恭喜今屆所有得獎的學校 活動完結之前我們再一次多謝各個單位 包括小儀 還有香港漁龍自然護理處 亞洲動物基金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家道理農場企植物園公司 Dreams Balloon Workshop Fire on Fire Team 影片設計有Coei Wong 以及所有參與學校的師生 今天的頒獎典已經接近尾聲 我們現在有一個特別環節 就是拍大合照了 請大家繼續就座 我們會有大會的攝影師 從我這個角度拍下去 大家一個美女的樣子 我們工作人員也有一張Banner 請大家一起舉起你得獎的 和獎盃 這次很開心 因為有很多學校都會參與 有很多機構參與 我覺得其實因為推廣教育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覺得教育是可以令到整個養狗的環境 成為人外之都 所以我覺得對著一班學生 我覺得是我們的社會未來動良 也是我們的教育目標 我覺得只要我們香港下一代 繼續下一代 對動物福利了解和明白 以及繼續宣揚愛護動物的訊息 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花多點時間 花多點資源在教育那裏 這個是長遠來說 對愛護動物來說 是一個很直接的改善方法 其實我就覺得 不是說愛護動物一定是擁有動物的 因為有很多人住的環境 可能地區根本不適宜養貓狗 又或者根本他們的時間分配 亦都不能夠分配給這些動物 甚至乎因為養動物 是一個很沉重的責任 因為他們除了有十多年的命 要你陪之外 他們年紀老成都花很多醫藥費 亦都花你很多時間去虛弄問暖 餵藥給他們吃 帶他們去看醫生 照顧 甚至他們老成會失禁 走不了 有很多事情是很麻煩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養動物真的要三思 不是說愛護動物 就一定要養動物 其實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都可以愛護動物 例如我們協會做義工 都可以愛護動物 大家好 我是小儀 很開心今次成為 關懷動物校園獎勵計劃的教育大師 我今天見證到很多學校的同學 他們很積極地去參與 以及很開心地去做了我們這次的比賽 希望他們今次 完成這次比賽之後 都能夠帶到更多知識 就是愛護動物 希望將這個訊息宣揚開去 告訴他們的家人 以及朋友 希望世界都能夠帶同 所有動物都像我們人類一樣 就活在一個很開心的世界 就好了 是有所謂的 知識 也有所謂的 知識 也有所謂的 也有所謂的地方 有所謂的地方 是有所謂的地方 在找到 某個房間 去找到藥店 都在找到藥店 一個